01,说是典型的傅仔细想了想,大概我的付出也是因为我的自私,这并不矛盾,我想和所有人都能保持着他对我好,我就对他是备好的关系,这样就算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,我也不至于他愧疚,我宁愿他对我有亏欠,我也不愿意欠任何人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我已经做好,做尽了,能为你做的事, 离开的时候,也没有任何留恋和抱怨,摸得输他,曾经也诚试过做被动接受他人好意的,那个时候刚失恋,觉得付出什么的太累了,认识了一个男生,我们一直保持着很普通的朋友关系,他真的对我蛮好的,为我过生育,以及制造一些惊喜,我把他当做失恋后分散注意力的对象,全盘接受他对我的好, 我给了他一种我喜欢他的假象,却又在他告白的时候跟他说了抱歉,我至今还记得他满眼失落的样子,眼里的星星都消失掉了,这是我一直耿耿远环,对就不已,伤害一个人其实很容易,但是那份会有感,真的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折磨你,我想到,当我带了一个人付出的时候, 心里并没有那么多百感焦急的味道,原来,付出才是世界上挺好的事儿,那些在爱情里甘愿付出,受情委屈的人选择默默忍受,直到有一天失望感够了,厌倦了累了,转而去追求新的人生,因为做到了万幸无愧,徒留那个不懂珍惜的人,在长久的岁月里心怀溃异 第二,我更愿意做你心里的百月光,让你在每一次想起我的时候,都怀念且带有愧意,即使我的自私,让我再察觉到对方不那么在意我的时候,选择做一段关系里提出结束的那一方,但是我仍然会在爱你的时候竭尽所能,若是这些付出有回应当然是最好的,如果没有,在分开之后被对方怀念的感觉,也是超棒的, 我想说你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人,这不得不让我想起春光乍现,他满任性的和宝容,一上着李奥辉对自己的爱,在李奥辉的世界里自无忌惮,那次当他想回来的时候,他就用深情的眼神看着李奥辉,然后对他说,李奥辉,不如我们从头来过,李奥辉次次都被这句话所击败,选择了原谅他,缠绵,因为这句话重新开始, 伤害也因为这句话重蹈覆辙,今天里见得李奥辉,终于在一次次的失望后选择了离开,在离开之前,他一个人去看了衣瓜租瀑布,站在瀑布面前,他说,我终于来到瀑布,我突然想起和宝容,我觉得好难过,我始终认为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, 梁奥辉离开了阿根廷之后,和宝容租下了他的出租,整理好了柜子,摆好他买的烟,点亮了那盏灯,擦地的时候,他突然意识到梁奥辉这次走了,就真的不再回来,一个人崩溃的哭了, 李奥辉就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,无条件付出,无条件原谅,在感情进行时,他看起来是比较吃亏的一方,可是一旦这段关系结束后,度过那段难过之后,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,通常都会很洒脱,不会再对从前有留恋了, 而另一方,多数会在很久以后,欢迎起当时对自己好的那个人,第三,付出型人格的人,很多时候真的会在那方面的付出中,产生一种自我幻想的满足感, 但是谁都没资格在别人的生活中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,但是忘够了,那个人就成了生命中的甲乙比丁, 你对他肩膀晚般的好,他却和别的女孩聊少,每一次冷战都是你签道歉,他丝毫就没有放在眼里,他说的话你都若智的信了,即使他言情不一,你也劝责原谅他,你表现得有多珍惜,他就有多得分,最后你实在受不了了,做了这段感情里先离开的人,后来,你段段续续听过关于他的消息,他跟谁在一起, 跟谁又分开,他找过你,他说了一些还是你对我最好我忘不了你的话,但人都是善变的,你也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,即使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,我还是愿意去一次次的付出,我不想有亏欠,我希望被怀念,如果还有机会,我会再听你说,我们重新来过吧,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,那我只能一个人去看腹部了,人一生总会有个人为你的错误买单,你若得意,欠两战岁月会替你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本频道